让两颗崭新的铁球隔着铝箔纸撞击 除了铝箔纸上有撞痕 基本无事发生 但如果将铁球变成生锈的状态 再用铝箔纸包裹住其中一颗生锈的铁球 然后让它俩互相撞击 可以看到在两颗铁球碰撞的瞬间 发出了耀眼的火花 一次无事 一次发生剧烈火花 为何让铁球生锈就能产生如此大的变化呢 简单做个实验 将氧化铁与铝屑混合放入反应容器中 然后利用甘油与高蒙酸钾的反应将其点燃 可以看到混合物燃烧的瞬间 整个画面那叫一个狼烟滚滚火花四射 而这就是化学反应中的铝热反应 氧化铁与铝的混合物作为铝热剂 在高温状态下会发生剧烈的反应 并放出大量的热 这种放热反应的温度可达3000摄氏度以上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了解 两颗生锈铁球彼此碰撞 为何会冒出耀眼的铁花了 其实这就是缩小版的铝热反应 两颗铁球在碰撞的瞬间会产生高温 生锈铁球的表面含有大量氧化铁 当它接触到铝箔纸后 就会与铝元素在高温状态下发生剧烈反应 从而产生剧烈的火花 这也不由让人脑洞大开 在野外这几样东西可比打火机耐造的多 有了它是不是再也不用担心火源的问题了 而说起铝热反应的应用 就不得不提到冶炼金属了 比如焊接钢轨时 不用电就能产生3000摄氏度现场炼钢 火车轨道绵延不绝 但钢轨的长度确实有限的 因此工人们需要在现场 把一节节的钢轨焊接起来 此时铝热反应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画面中火花四射的场景 就是工人们在现场焊接钢轨 先把两段钢轨通过模具连接 加热一段时间 再将混有铝粉 钢粉 以及氧化铁的铝热焊剂放进干锅中 这时只需放入一根点燃的铁条 焊剂就会发生铝热反应 从而产生3000度以上的高温 融化的钢水也会从干锅的底部流入缝隙 以此达到焊接的目的 由于铝热反应十分激烈 若在钢等其他金属物上点燃 还会融穿金属加剧反应 所以在战场上 它也是一个恐怖的存在 眼前这个星光闪闪的画面 就是俄罗斯在战场上 使用铝热弹的场景 看上去像是在放烟花一样 但实际上它的杀伤力恐怖如斯 其爆炸产生的火花 几秒钟就能烧穿几厘米厚的钢板 对坦克装甲车具有毁灭性的作用 如此美丽又危险 也难怪被称为死亡烟花了